欢迎来到我们的今日六度节目 我是你们的主持人梁骏 今天我们有几个野人注目的新闻要跟大家分享 首先特朗普对独立候选人罗伯特叶弗开了一系列攻击 称其为民主党的职务 并对其政治立场发起猛烈抨击 这一切都是在民调显示 肯尼迪吸引了潜在的特朗普选民后发生的 接住我们转到了白宫记者晚夜上的趣事 拜登总统和喜剧演员柯林乔斯特·扣连扎斯特 和特朗普的法律问题开了不少玩笑 而晚夜外面只有抗议者高呼自由 自由巴勒斯坦 最后我们来看看体育界的消息 阿森纳在北伦敦德比中以三到二战胜托特纳姆热伺候 教练阿泰塔提醒他的球队 尽管取得了胜利 但前路仍然充满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在最近的政治风暴中 前总统唐纳德 特朗普对肯尼迪发起了攻击 再次成为新闻焦点 这次是因为他对独立总统候选人 罗伯特·F肯尼迪·Roberth F. Kennedy Jr.的一系列攻击 根据The Independent的报道 特朗普对肯尼迪发起了攻击 错误地声称他是一个民主党的植入物 并且比其他候选人更自由主义 这一攻击行动发生在最近的民意调查显示 肯尼迪的竞选活动吸引了潜在的特朗普选民的支持之后 特朗普劝告共和党选民不要支持肯尼迪 声称他是反强支持者 极端环保主义者和开放边境的倡导者 对此肯尼迪回应称特朗普的攻击 是一连串含糊不清的荒谬不惊的指控 并挑战他进行辩论 此外在Yahoo US报道的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 美国总统乔·拜登周拜登和喜剧演员克林·乔斯特 扣谈扎写对特朗普的法律麻烦开了不少玩笑 拜登嘲笑他的对手的法律纠纷 而乔斯特则强调了拜登和特朗普之间的差异 表示关于2024年总统大选的一切再也说不通了 在会场外 反对以色列在加沙战争的抗议者高喊自由 自由巴勒斯坦 The Independent的另一篇报道中 拜登在年度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 对特朗普及其正在进行的刑事审判开了不少玩笑 拜登提到了案件中心的成员隐星斯托米·丹尼尔斯·斯托米·丹尼尔斯 并开玩笑说特朗普开始读他销售的圣经 但当他读到第一条诫密时就放下了 他还称特朗普为昏昏欲睡的堂和六岁的孩子 晚宴的主持人周六夜现场拍3L演员柯林·乔斯特 也对特朗普的审判开了玩笑 对此特朗普回应说晚宴非常糟糕 而且乔斯特完全失败 这些事件揭示了美国当前政治氛围中的紧张和对立 特朗普对肯尼迪的攻击 显示出他对独立候选人构成威胁的担忧 而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的嘲讽则反映了对特朗普法律问题的关注和讽刺 这些事件不仅展示了美国政治领域的分裂 也凸显了即将到来的选举将是一场充满挑战和争议的战役 随住2024年总统大选的临近 这场政治博弈的温度无疑将进一步升高 在英格兰足球的激烈竞争中每一场比赛都充满了故事和戏剧性的转折 从阿森纳在北伦敦德比中的胜利 到曼联对阵伯恩利的比赛中不幸的歌曲事件 再到曼城希望在对阵诺丁汉森林的比赛中改上排名 英超联赛总是能够提供无尽的话题和讨论 独立报报道阿斯纳经理米克尔阿尔特塔在他们以三道二战胜托特纳务热刺后 对球队本赛季夺得英超冠军的希望更加坚定 然而阿尔特塔警告他的球员们不要因此沾沾自喜 他指出影响比赛结果的细微差别 强调即便是在胜利之后也面临着真正艰难的挑战 这场胜利确保了阿森纳继续在积分棒上临跑 延续了他们本赛季的强势开局 对此特纳姆热刺的经理安格波斯特科格鲁对比赛的裁判表示批评 认为现在的比赛不再是在球场上被裁判 而是在其他地方 同样来自《独立报》的另一则报道揭示了足球比赛中另一面 较为阴暗的故事 在曼联对阵伯恩利的比赛中 一名男子因在比赛中高唱与悲剧相关的歌曲 而被控以引起骚扰惊恐或困扰 博恩利足球俱乐部发表声明谴责这种行为 并承诺将与警方合作 确定并检控负责的人 英超联赛也对此事件表示谴责 并声明任何被证实有罪的人将面临后果 每日电讯报提供了关于曼城对阵诺丁汉森林的赛前最新消息 曼城的前锋爱尔林·哈兰德在错过了前两场比赛后 随队前往参加这场比赛 他的回归被寄予厚望 可以目前仅高出降级区一分的曼城带来提升 诺丁汉森林目前排名第17位 希望在经历了一段糟糕的表现后 能够扭转乾坤 这场比赛预计在下午4点半开球 从这些故事中 我们可以看到英格兰足球联赛不仅仅是场上90分钟的较量 它还涉及到场下的策略心理以及社会责任 每一场比赛都是一个故事 每一个球队和球员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 无论是追求冠军的豪情壮志 还是应对场外挑战的决心和勇气 英超联赛总是能够提供激动人心的瞬间和深刻的反思 在一个充满活力和迷人故事的世界里 我们常常被不同领域的突破和人物的努力所鼓舞 从体育赛场到全球科技巨头的战略布局 再到王室成员的公益活动 这些故事不仅展示了人类追求卓越的精神 还反映了我们社会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探索这些演员入省的故事 首先来自Yahoo US的报道 让我们目睹了一个体育界的盛世 国际米兰在一甲联赛中以二道零战争都零 正式宣布夺得联赛冠军的荣耀 这场胜利得益于哈侃查尔汗奥奴的梅开二度 使得国际米兰在7分棒上以19分的巨大优势领头 而且赛季还胜奖无偿比赛 而且赛季已经打进15球 成为球队夺冠之路上不可或缺的关键人物 此后球队在米兰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 这不仅是对球员和教练团队辛勤工作的庆祝 也是对忠实球迷的一种回馈 而在全球科技领域 Telegrafer带来了一位知名企节家的最新落盘 艾龙马斯克最近意外访问中国 与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会面 讨论特斯拉在中国推广自动驾驶技术的计划 马斯克正寻求将在中国收集的驾驶数据转移到美国 以便训练其自动驾驶软件 这对于特斯拉在中国市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中国不仅是特斯拉的第二大市场 而且中国的竞争对手已经推出了自己的自动驾驶软件 马斯克坚信未来所有的汽车都将是电动了 另一方面 Telegrafer还报道了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的一项新倡议 作为他的五大关注点之一 国王将提高人们对癌症的认识 变为优先事项 这五大关注点还包括气候、社区、文化和英联邦 国王和王后计划访问一个癌症治疗中心 以突出研究成果感谢医生 并展示即使在接受癌症治疗的同时 也能过上充实的生活 国王希望通过这些公共活动 包括参加卫兵换岗仪式和白金汉宫花园台队 来提高公众对这一重要健康议题的关注 这些故事虽然发生在不同的领域 但都体现了一种共同的竞争 不断追求创金和卓越 无论是在绿鹰场上夺冠的足球队 还是在全球科技舞台上寻求突破的企业家 亦或是致力于提高公众健康意识的王室成员 他们都以自己的方式为这个世界带来了正面的影响 这些故事激励着我们每个人 无论面对什么困难和挑战 都要保持积极向上的态度 不断探索学习和成长 在最近的系列新闻中 从体育到政治再到劳工协议 各领域都发生了引人注目的事件 展示了变化挑战与进步的多面向 首先来自Yahoo US报道 关于篮球新秀Jameer Jones大学选择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这位四星级前锋将在5月12日宣布他的大学选择 他的选项包括艾莱西尔南卡罗莱纳州 普罗维登斯休斯顿和堪萨斯 但到目前为止 他只访问了奥戴西尔和南卡罗莱纳州两所学校 Jones 决定不仅对他的未来篮球生涯至关重要 也对这些大学的篮球队有助深远的影响 在政治领域 另一篇来自Yahoo US报道 提出了一个开放的法律问题 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否有权解雇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者 尔跟他有权解雇碼 尽管特朗普声称拥有这项权利 但法律专家对此表示怀疑 联邦储备系统长期以来一直独立于政府之外 而帕乌也曾强调过这一点 特朗普的盟友正在讨论可能会削弱央行独立性的提案 而特朗普本人虽然表示更关注他的法律问题 但据报道 他也讨论过可能的POWER替代者 在这一切的背后 联邦储备正在考虑核实降息 但具体时间尚不明确 另一边向北卡罗莱纳州长辈Cooper 对于达成一项可能避免大罢工的初步协议 给予了高度赞价 这项协议是在联合汽车工人联合会 以往道普玉和戴姆勒卡车之间达成的 账贷批准 根据Yahoo US的报道 该协议包括超过25%的加薪 和自戴姆勒工人首次组织UW以来 首次组织UW以来首次回归的生活成本调整 在过去六年中戴姆勒90% 而其工人的购买力却下降了13% 这一协议的达成不仅展示了工人团结的力量 也为改善劳工条件设立了一个积极的例子 这些报道从不同的角度 展示了当前社会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无论是一名年轻篮球运动员的大选选择 还是围绕联邦储备主席地位的政治争论 亦或是劳资双方达成的重要协议 都反映了当前时代的挑战与机遇 这些事件不仅影响着直接设计的人 也对社会整体产生深远影响引人深思 在当今的政治舞台上各种戏剧性的事件接连上演 从美国国会的暴乱到乌克兰的自发抵抗军 再到选战中的幽默对决 每一件事都反映了当下社会的复杂性和多变性 《独立报》报道了一件令人矛盾的事件 参议院少数党里就米奇·麦康奈尔宣布 即使他认为特朗普个人负有责任 领导了一场在他工作场所美国国会 发生的暴力叛乱 他仍将投票支持这位前总统 这一决定不仅重申了麦康奈尔此前的凉态 也映射了当前共和党的现状 对于三年前曾经公开谴责的人 现在却展现出了绝对的忠诚 这场暴乱不仅对美国民主的象征 国会大厦造成了暴力冲击 还导致数十名警察受伤 包括执法人员和暴动者在内的几人死亡 在遥远的乌克兰 一个游年过六旬的男子 组成的非正式移动火炮单位草原狼 在环球拥抱中引起了关注 这支部队由捐款支持 使用自的故障炮弹 独立于乌克兰军队运作 并未得到官方支持 他们利用卡车装载的火箭发射器 摧毁前线附近的俄罗斯目标 接受战场指挥官的命令 与其他部队协作 尽管草原狼一直试图正式加入乌克兰武装力量 以获得弹药和薪水 但至今尚未成功 这支由老兵组成的部队 展现了对国家的坚定忠诚和捍卫自由的决心 而在选举的战场上 多伦多星报揭示了拜登总统利用幽默对抗特朗普的策认 拜登通过幽默试图打击前总统 提醒国家不要忘记他的失误 这是对抗特朗普那种重塑了现代政治 可接受范畴的侮辱之幽默的最新产生 拜登用幽默将特朗普描绘成不配坐拥白宫的小丑 但他也避免让选举变成一场笑话 有时候一些笑话比一些笑话比一项重大政策胜利更能激发观众的热情 并从那些原本会吸引所有注意力的对手那里 转移宝贵的关注 这些事件无论是在国会大厦的暴乱 乌克兰的自发抵抗 还是选举战场的幽默对抗 都展现了当前政治生态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从麦康奈尔对特朗普的忠诚 到乌克兰老兵的坚持 再到拜登的幽默策略 每个故事都在讲述住政治不仅仅是冷酷的策略和权力游戏 更是关于人性忠诚勇气和智慧的展现 谢谢您的收看 上面播报的内容是六度团队推荐的全球专业媒体 智库 政府机构和行业专家的最新报道分析简报 更详细的内容请大家去这些媒体智库的网站阅读 这些内容并不一定反映六度简报的立场 亦不能作为任何决策的建议 六度团队由专业媒体人 学者 科学家组成的独立新型媒体 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专业要求 订阅各种简报 网址是6star briefing 抗民在世界任何地方 都可以通过电邮收到六度简报 金 感谢观看